乃哥有看到李文摔倒的那個模樣嗎 在台上 很多粉絲很心疼 難免的啦 你說今天我摔倒 可能大家會拍手 終於倒了 對對 絕口喔 許乃琳談好聲音黑幕風波 黑色會施壓爆MeToo在意人 當然你們什麼都會剪掉啦 我說的是事實 你們當然都會剪掉 我當然知道 這個叫做不公平 好聲音黑幕曝光 被沿上到最慘的 莫過於被指控帶頭霸凌的導演 6米 開了小帳結果態度強硬 我被休假了你們還想怎樣 結果他的小帳 現在估計是被檢舉到 長此人 還有誰 歌手楊培安 也向浙江廣電平台喊話 替李文抱不平 選秀節目的黑料陸續曝光 對此綜藝大哥 許乃琳出席活動也表達看法 分數高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難免都會 那你說今天 我們講都是天皇天后父親的 那難免粉絲非常非常多 他們在看這個事情的話 態度心情就會不一樣 邰哥做節目這麼久 遇到這種就是 製作單位邀請你這種作家 那倒沒有 我也不是這樣 他都完真的 我也不是這樣個性的人 都完真的 而且我相信 也沒有人敢這樣要求 哈哈哈哈 我給他五圈 可不可以向他走啊 哈囉妹妹好 老爸好 大家好 我是糖果 哇 這個甜甜的奶音 都快被融化了 身為前黑社會妹妹的詩雅 在六月黑人被大牙控性騷後 發出一張黑圖線洞 如果某一天 一些未爆的XX被爆 我一定開香檳慶祝 不免讓人猜想 這個XX是誰 這詩雅中是有名單嗎 這還沒被爆出來的 對啊 有大概幾個 一個 所以還在等待 看誰可以爆出來的 對啊 我覺得 會這樣子對一個人 或這樣對別人 所以應該還有其他 順害者 對我覺得 人很難 去改變自己的特性 所以 我覺得我不要當這個人 對我們還是好好當 當主播 我們好好當評審跟主播 現在黑社會跟大牙有熟嗎 嗯熟 雙腳訓關心他 然後就是 因為他是很照顧人的 一個很大的情形 他以前就是 我在那個團體裡面是年紀最小的嘛 所以他就是都會特別的就是 關心我啊 因為畢竟 好像聽說現在進入了 CYAH的形式 希望他可以 就是 找到解決一個 狀況的樣子 這樣 所以CYAH剛剛心中那個名單 沒有想要自己揭發 是怕被攻擊的嗎 我覺得 是想把現在的那個 主力放在自己的 事業工作上 暫且比較重要 GIMME THE DROP SIMONEY DROP I NOW FOR MONEY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